最後一個刷野飄移 第一場就02.7 直接刷...刷舊寵物 將近一秒的時間 這寵物太強了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春春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最新官方推出的新品以及活動 那第一個活動是我們的新寵物 就是中國神獸火麒麟 那稍微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隻寵物的一些性能 好接下來最重要的是 S 獵魂者登場 這台車很強 相信如果你有再關注這台車的性能的話 就是你絕對不能錯過 而且你現在只要75折的優惠 你就可以提前獲得獵魂者預購禮包的一個資格 那這個活動就是會到2020的1月10號 所以大家快點把握時間 因為這台車真的很強很強很強 一定要拿到喔 對就是好好把握時間吧 那就是後面的話相關的活動 大家可以到就是官方上面 就看一個詳細的一個說明 以及兌換的一個方式 好進到我們的遊戲畫面 那首先呢我先來抽這次的一個活動的 就是服裝 就是紅運寶箱 對就是來抽齊這個就是我們的 那個服裝 整套服裝 抽起來 然後這個服裝也是這一次更新的一個主題 所以馬上就是抽滿了 獲得新套裝 冰雪傳奇套裝 你想到最近那個電影那個冰雪奇緣也是 轟轟烈烈的 我才剛看完了也其實滿好看的 我等一下就穿這套服裝去跑實戰 我們要穿就穿整套好嗎 對 好啦那稍微介紹完這個是我們的 就是冰雪這個服裝之後 我們來養我們的寵物啦 這個寵物非常的重要 好我們先把它養起來 目前火七零是一等 我就把它就是養到三十等 對養到三十等 直接升級直衝三十等 目前來到成長體 那個十等 然後再來養到二十等 然後再來養到二十等 我們就是衝到我們的完全體 火七零完全體登場 超帥的這一隻 我的天 看一下就是它的那個 就是特性的部分 那特性一是比賽時換化成尾掛 氮氣加速帶 時產生托尾 這個的話是看敘速 就是會加十一趴嘛 看敘速可能比較難懂 就是你可能要到實戰才可以展現出它的能力 那它第二個就是 特性就是比較特別啦 它第二個特性就是 就是當你 當你就是超越或被超越時 當你超越或被超越時 14%的概率 9秒內 氮氣動力加20% 然後就是起步3秒內不觸發 簡單說你3秒過後 你只要超越或被超越 你就是有機會就是觸發的是氮氣動力加20% 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啦 我們進到實戰來測試一下這隻火麒麟的一個就是性能吧 火麒麟究竟能不能就是帶來的驚喜喔 而且它的特性真的是非常特別 就是它的那個 地上的特性你被超車 超車的時候你可以就是獲得這個相關的一個特性 光應該起步的時候馬上馬上獲得兩三個特性 喔 感覺超爽了耶 那 感覺 有一個盲點就是 當這個寵物領跑的時候 不過沒關係 其實這個寵物它第一個特性可以 增加一些就是 速度的一個部分 那就是包含氮氣動力啊 所以它其實整體的一個就是 寵物的一個加成也是 是蠻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寵物在實戰的一個 程度喔 單圈是5.99 第一圈有點失誤 不過沒關係它整體的速度是蠻快的 可能是因為這一場 直接把對手甩開了 還沒辦法體會到它的那個 第三個特性的優勢 三七連續 卡一個 第二圈不要再撞了 不要再撞了 可以 沒撞了 可以 沒撞 幫助它整個 就是 賽道的一個速度提升不少 應該 相對都有提升 大概約半秒的一個時間喔 我們在 我們先自己試跑看看好了 來測試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一直零跑 我體會不到它那個被追逐的感覺 我自己跟自己影子比 對我們選到11層 那影子是我的 03.51的一個影子 這個影子使用的是舊寵物 好像是天馬吧 對 我們是用那個 火麒麟尬天馬 第一圈有眼炮 沒關係 我們 我們直接 跑一場看看 看看底能不能一場 就跟它 對尬 超車有沒有特性還沒觸發 喔 觸發特性 有沒有 喔 拉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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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猛喔 這車是有點強啊 這隻寵物是不是有點猛啊 天啊 來 延續 剛剛直接靠特性超車耶 單圈 01 02 第一場是02.57 這個單圈 可以02喔 我們追上來了 我們追上來了 我完全不用靠第三個特性耶 我就是靠第一個特性 然後就是 保持它的速度 其實 這一隻寵物在特定的賽道 真的是蠻快的耶 CW 少噴 小小失誤 不過沒關係 影響不大 我們跑 燈氣延續 這邊 壓的蠻多 停滯的 不過沒關係 不撞就好了 喔 拉開拉開拉 喔 這寵物真的值得買喔 有點猛 蛋器延續 最後一個刷野飄移 第一場就02.7 直接刷 刷救寵物 將近一秒的時間耶 這寵物太強了吧 哇 好啦我們再跑 就是跑一次實戰來 試看看就是 這些寵物的性能吧 就是 看看能不能多體會 就是它的 第三個特性的那種 就是追逐感覺 就是我覺得它如果跟 勢均力敵的對手 就是 對決的話應該可以充分展現出 它的 能力 就是 你不要看它臨跑 可能就沒有 有沒有它臨跑更強 因為它第一個特性 就可以幫助自己的速度加很多了 剛剛我那個11層的完全可以證明 唉唷 有沒有這個看它特性為你出發 很多台車 觸發 特性 超車 超車有沒有特性在觸發 好爽喔 超一個台車的觸發特性 好爽喔 超一個台車的觸發特性 喔唷 我一直在看特性看到失誤 被超車也有特性 再觸發一個特性 好爽喔 可是 好像是因為我失誤 不過沒關係 這裡可以證實的是 對手跟很近的話 你可以一直出發特性 一直增加速度 有沒有 再增加一次速度 帥飄移 撞牆 各種特性 感覺好像有點爽 優秀 這個是寵物 沒事沒事沒事 火麒麟 扛得住了 好 nice 哇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火麒麟這隻寵物真的是 它無論是你在跑 零跑 或者是跑 就是對抗 或者是後追 它都可以展現出它的能力 因為它的兩個特性就是 足以用在你的零跑 以及你的就是對抗上面 就是 我自己是覺得蠻值得去抽看看的 對 再來是我覺得獵魂者這個消息 也是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台車真的非常非常的強 好啦 那大家就是我就是有 就是 足夠的預算的話 就是我覺得這值得 值得一抽 因為它可以撐很久 對啊 S連賽到現在還是很多 職業存在用 好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訂閱加按讚 我是春春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請請稍後 我們下支影片